特區政府竟然要立國那法,逼香港人一定要愛國,尊重國家,不是就犯法。 是不是要將中華人民共和國等同上帝呢? 冷靜點做牧師,只要讓兩秒鐘,烏塘主任出來收了我的聯署,我們立即就走開,我們立即就走了。為什麼做牧師這麼硬頸? 這樣太無賴了,你們這樣太無賴。 我看見你的邏輯是按照林國章的秘密,去撤銷林國章的會友的身份,這個不需要讓他回答我。 你不要在這裏聽,你不要在這裏聽,因為你不是正常的部體,我要再說你不是正常的部體。 拒絕麻木根蟲,堅持聖經公義,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門徒公義》。 主持,Howie,Ernest,Eric Ma,Eric Kwok,Winnie,Orio。 大家好,今天是門徒市公的三周年。 我是門徒市公的創辦人Howie,分別介紹一下自己。 我是Eric Kwok,我是Erick Ma。 其實今晚同時也是一個錄音的節目,我們的節目就是《門徒公義》。 每逢星期一的夜晚播出。 首先,多謝今晚出席的同工,以及我們的嘉賓。 我們也要再介紹一下,包括張大衛牧師。 也有袁師傅。 也有袁師傅。 也有哀群針信會,我沒有記錯? 哀群到針信會。 哀群到的針信會。 黃康平先生。 也有林曼榮先生。 寫過一本關於戰中的書。 也有林國強先生。 也是他的細寶麥。 在路途當中還有一些來賓。 現在再介紹一下。 還有我們的作者,鄭俊熙先生。 鄭俊熙是北名的。 是的,沒錯。 好了,我們事不宜遲了。 大家先跟我們有個開始的祈禱吧。 好,我們一起祈禱。 蔡先生感謝給我們門徒回體。 可以一起慶祝三周年的時間。 我們過去一年都做了不少的事。 都看到主的大領。 我們一步一步走的時候, 都看到神的供應。 我們都獻祭的感謝。 我們祈禱共主席蘇明治祈求。 阿門。 阿門。 好,這個環節就分享時間了。 首先是Eric Koch, 分享一下我們其中一個事工, 露宿者探訪的經驗。 有請Eric Koch。 好,其實我們那個叫做門徒小隊。 我們的露宿者探訪就是門徒小隊。 門徒小隊很多人會以為我們是智謙小隊, 但門徒小隊真的相當之少。 曾經只有一個人,就是我身邊的人。 好,好像現在人數增長了。 好,然後慢慢就開始變成兩個了。 多多你了。 100%出來了。 一變了二了。 百分之百的增長。 來到今時今日, 是有百分之四百的增長。 短短兩年之內, 我們總共有四個門徒小隊的成員。 沒錯。 我介紹門徒小隊之前, 想先跟大家分享一段經文。 就是在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 三十一至四十節。 當人子在榮耀再來的時候, 他就將一些人, 就好像木人,分別綿羊那樣。 叫綿羊站到右邊, 山羊站到左邊。 然後黃就說, 你們蒙我父賜福的, 可以來承受那創世以來, 為你們所預備的覺。 因為我餓了,你們給我吃。 喝了,你們給我喝。 我流浪障礙,你們留住我。 我病了,你們看顧我。 我再監獄女,你們來看顧我。 這班被稱綿羊的二人, 就很奇怪地回答了。 主呀,我們什麼時候見過你餓呢? 給過你吃呢? 我們什麼時候見過你喝, 又給你喝呢? 什麼時候見過你流浪在外, 留住你呢? 又或者你赤身露體的時候, 給你穿衣服呢? 黃就回答他們了。 我實在告訴你們。 這些事呢, 做起我弟兄之中最少的一個身上, 就是做起我的身上了。 我們門徒小隊基本上是, 抱持以一個這樣的態度, 去到我們這一班無家的淪舍當中。 我們看這班人, 不是說他們是一些什麼的露宿者, 或者是社會的基層。 我們是懷著一個去看主耶穌的心情。 OK? 所以呢, 我們每一個人, 就是懷著這樣的心情去做我們的事。 那我們很值得去開心的地方就是, 最初呢, 其實我們不單止人少, 連我們的物資都是非常之欠缺的。 OK? 其實呢, 每一次, 基本上是我們自己去買一些餅乾和水, 給這一班無家的淪舍。 當我們覺得, 咦? 真的有人願意, 捐獻這個食物給我們。 OK? 都可以說名了, 就是這個保善餐廳, 每一次我們出隊, 就給我們這個食物和水。 那我們會見到, 其實雖然我們自己所做的事, 很微細, 很微不足道, 但是呢, 就正正好像當年主耶穌的門徒一樣, 他們獻上雖然是, 非常之微不足道的五餅二餘, 但結果, 就是參與了在一個神職的裡面。 那今時今日, 門徒小隊呢, 都是有些這樣的一個感覺在當中的。 我們每一個小隊的人去探訪的時候回來呢, 都是不會說辛苦, 而是都懷著一個感恩的心, 就覺得, 哎呀, 感謝主啊, 終於我可以有機會去服侍了。 我自己領受特別深的就是, 剛剛在今年我們過冬的時候呢, 因為我做那個機構呢, 剛剛也是服侍這個老宿者的, 我們邀請這些老宿者, 回來和我們一起去做冬。 其中有兩個老宿者呢, 就, 喂, 你, 你又說你不是這個機構呢? 你不是那個什麼門徒嗎? 其實我覺得真的很感恩, 雖然我們每一次去都是很簡短的, 有個微笑啊, 問問他們的近況啊, 這樣, 那我以為, 他們未必會在意我們所做的事情, 但是, 當在活動裡面, 當他們認出的時候呢, 那就, 真是很感恩了。 好, 那來到這個門徒小隊, 就, 已經成立了這個兩年了, 那到底, 之後發展是怎樣呢? 那我們覺得現在說呢, 相當之言之上早的, 因為我們, 真的沒有任何的人力物力去做一個, 可以想得到的計劃到底是怎樣的, 但是感恩呢, 我是有, 有意象的, 我覺得呢就是, 那譬如呢, 我們每一次去試探, 每次去探訪的時候呢, 他們都會, 他們都會跟我們分享, 都是一個試探來的, 真的, 他們都會分享, 他們那個身體的狀況, 是很細緻的, 譬如有一個, 我們剛剛對上兩次去探訪的, 一個叫做, 阿水的, 那他跌倒之後呢, 他很詳細怎樣跌倒, 怎樣說給我們聽, 那反而呢, 我自己有個, 意象就是, 我們未來呢, 就需要有一個他們的聯絡, 我們希望當他們, 遇到事情的時候呢, 就除了, 蛇公之外的話, 可能下一個想到的就是, 打電話給我們了, 那就跟我們聯絡了, 那這個就是, 希望就是, 獻上我們自己, 微小的五餅二餘, 那就交給神去帶領我們未來, 那這個就是, 門徒小隊的分享, OK, 好, 那這個時間就, 唱歌就是領絲了, 那我們交給阿俊, 我們帶一首詩歌先, OK, 那阿俊, 我們說一下這首詩歌, 有什麼呢? 也補充一下先, 剛才發言的一位, Eric Call, 其實同時也是我們門徒小隊的, 副隊長來的, 會是, 剛剛看到, 林國將牧師都進來了, 其實都已經, 好了, 那麼, 好, 多謝Eric的分享, 讓我們可以, 活出基督的樣式, 走入人群裏面, 啊, 感恩啦, 噢, 啊, 林國將牧師親節彈嗎? 是啊, 那好, 那我們有說少少東西, 先介紹一下這首歌, 讓阿牧師有機會, 可以調整一下, 這個琴這樣, 那麼, 動力宋望外呢, 這首是我, 自小就唱的歌, 我記得我, 我很自小, 小學已經是宋主了, 那麼, 那個年代最流行是什麼? 最流行就是齊上新歌, 大家, 如果跟我差不多年紀, 就應該記得了, 已經是, 那麼, 如果說一些, 就是和社會有關係的歌, 那麼, 我當然這首, 動力宋望外, 就是一定是, 大家都一定會認同這樣, 不過, 你沒想到, 其實過了二十幾, 哎呀, 說了自己的歌, 之後, 當我們再要找一首, 和社會性有關的詩歌的時候, 都依然是這個, 動力宋望外, 可能在香港來說, 我們很希望, 將來有多點的時間, 可以有多點這些詩歌, 關注社會的東西可以出現, 好啦, 阿姆斯是不是可以了? 好, 交回給阿仲領導, 好, 我們同唱這首歌, 動力宋望外, 第一節, 我站在街中, 聽鬧時聲音, 我望見間身, 顛配眾生, 我立志服務, 這大片人群, 要讓這動力, 燃亮愛心, 我願意關心, 願弱與灰心, 要用我雙手, 鼓舞信心, 我願意毅力, 就有我能緣, 就夜去傳送, 信望我, 富光, 光陽重重多少機會, 身邊敬光, 誰能伸手獻出關懷, 不再退避, 只要你與我同往, 不怕冷笑與迷惘, 願降悲, 效法基督一身身勤, 獻信望我, 第二節, 我願大歡欣, 騙鬧時穿梭, 我願見光彩, 閃閃眼睛, 我立志服務, 那句怕疲勞, 鍛鍊我耐力, 承受壓迫, 要越過唏噓, 要突破孤單, 要踏碎傷心, 抵抗群迫, 我願意毅力, 化造我能源, 就夜去傳送, 信望我, 光陰重重多少機會, 身邊經過, 誰能伸手獻出關懷, 不再退避, 只要你與我同往, 不怕冷笑與迷惘, 願降悲, 效法基督一身身勤, 獻信望愛。 好,謝謝, 我們願意祝福門徒小隊, 可以將上大的愛帶到每一個角落, 因為聖經禁講, 現在常存有信, 有望, 有愛者三樣, 而其中更大的事愛。 好,感謝耶穌。 今天下位分享呢, 到Ernest, 我們節目組的副總監。 大家好, 很感謝阿俊, 剛才分享一首這麼有意思的詩歌, 我都分享我們的節目組, 我們有些回顧, 回顧的時候, 講回我們的節目片頭, 十月的時候已經開始轉變了, 我們就不再由我們同工讀出那句slogan, 和雜數的, 而且行動的拍攝鏡頭就轉了, 轉了哈維那個國骨發的發言片段, 第二個片段就是, 沿和袁師母上去善樂堂帝信的聯儲片段, 有兩段片段都放在片頭那裏, 另一方面就是節目流程, 和內容上有些轉變, 改變, 十月份有一個資深的DJ, Alessy, 教了我們如何改變整個節目, 當中一些主持方面也會增加互動性, 內容上會更加握要說出一些要點, 而且十二月份的我們新節目, 亦都開始回到新的節目流程, 包括剛才所說的, 有兩位主持, 一個主持負責說一些事件, 以及一個主持做一些分析, 有些觀察, 有些觀察, 我覺得今年我們節目組都是被人點名, 被人不黑的程度, 是啊, 不止我們一個網台, 其實其他網台都有, 有很多人都會說我們, 我們正在食爺教花生, 但是我想提回, 我們門徒節目組的核心就是揭幣, 揭穿那個弊端, 就不是去食爺教的花生, 這是我一個小小的觀察, 也免勵我們現在的同工, 好像詩哥所說, 不要灰心, 要踏破傷心和唏噓, 我們也有些展望, 就是我們未來, 哈里也提過, 我們門徒事工有新的發展, 我們面對事工一些機構化, 有些機構化的問題, 因而我們面對節目質素的要求更加高, 這是第一樣, 第二樣就是, 哈里就會五月份, 今年五月便會離開, 香港大約兩個星期, 去加拿大, 是呀, 是呀, 因為這也是一個展望, 對於我們節目也是一個變策, 因為有時候, 上一集都提過, 他都會做一個最後的把關, 就是看回我們講的內容, 當中的東西有沒有錯, 有沒有一些風險, 那五月, 當他就了兩個星期之後, 這個重任就交給我了, 哈哈, 是呀, 交給我了, 這是我的其中一個展望, 那就是大約就是了, 好, 謝謝你, 謝謝你, 下一個環節就到哈里, 分享一下編彩組和事工的展望, 好, 謝謝你, 再次多謝大家今晚來臨, 我們門徒事工的三周年, 因為剛才有些來賓剛剛才到, 所以都致意多謝你們今晚來到這裡, 與其說今晚是一個慶典, 是一個正式的聚會, 其實我們可以理解的, 今晚也有一個團契, 其實今晚我們的人數不太多, 其實你們在這裡, 大家都互相認識, 你可以當作參與屬齡上的團契, 待會我們也有些聚餐, 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去分享, 那今晚我們其實, 為什麼會這樣呢? 其實, 雖然我們很早之前就決定, 我們每年一月都是我們成立一個週年的慶典, 都很早已經決定了一月會舉辦一個三週年慶典, 但無奈, 十二月真的很多事情發生, 即是我們一向跟蹤, 例如洩落堂, 或者突破事件等等, 令到我們整個十二月都非常多, 我們去到什麼時候才決定, 在今天, 今晚這個時間舉行呢? 其實我們在上個星期日, 平安爺, 先拍到板, 是他們今天去舉行的, 即是說, 籌備的時間就不夠兩個星期, 我想一下, 真的只有兩個星期, 不夠時間去舉行, 真的去籌辦, 其實都時間不夠, 有這麼多事情, 算了, 都是一起重選, 一起重選, 我覺得都好的, 都可以當成一個團契, 大家互相認識, 有多一些交通, 有時候人多的時候, 有很多繁民族節的事情, 你又要堅固了, 你招呼不周的時候, 又怕得失了一些, 有些弟兄姊會, 但如果大家, 都當是一家一人, 大家互相認識的時候, 我覺得, 比較容易去處理, 回顧花門圖市公, 其實到現在三月為止, 雖然我們的人數都是非常少, 但我作為一個創辦人來看, 我覺得各方面的同工, 其實現在都逐漸去成熟, 其實我今晚三個同工分享, 其實就代表了我們門圖, 其實有三方面不同的事工, 包括第一, 就是這個門圖小隊, 這個露宿的探訪, 第二,就是我們節目的事工, 而第三,就是我們新聞, 就是我們網媒方面的事工, 現在看到其實每一方面, 都有一些同工, 他們開始能夠獨當一面, 可以叫做啤氣, 或者能夠去推動那方面, 和事工的發展, 就像剛才分享的Erik Hock, 我們的副隊長一樣, 其實我們每個月都有兩次, 至少兩次出隊, 其實不是次次我出隊, 不是次次我帶隊, 有時候我們只是帶一次隊, 另外一次就是Erik Hock, 他自己一個人帶其他同工出隊, 那都可以的, 都可以的, 那你見到其實這一方面, 已經在那裡, 未必要我全時間, 在殺一個工作裡面的了, 那又例如Ernest, 對於上年開始, 就成為我們的副總監, 那不是雜咒, 我也是監製的, 有些雜咒也是他負責的, 那例如今晚這個, 我們的聚會, 同時都是一個錄音的安排, 其實就是Ernest去提議, 我都想不起, 如果, 因為我們每個星期五錄音, 我們今晚舉人了三周年, 明天又回來同一個地方, 又錄音, 那也挺豪費這個人的, Ernest 提議, 不如就把他們合在一起, 結合就可以了, 那挺好的, 你可以看到我們的同工, 都開始成熟了, 也都能夠給一些很好的建議, 讓我們那個時工能夠去推動, 更加去發展, 更加去崇祥, 其實在編彩裡面, 我們還有一個副主編, 不過今晚他有些事就來不了, 所以這個環節就由我負責去分享, 同時我也會負責去回顧整體, 我們事工的發展, 當然, 新聞方面是我們同媒體最主力, 因為我們第一年出街的時候, 這方面給人的印象, 始終都是最深刻, 直到現在為止, 在過去一年裡面, 當然我們人有限, 我們不能夠做一些很廣泛, 或者很量的方面, 未必能夠上一些大型的, 叫做教的一些機構, 一些媒體, 即是時代論壇, 但是在一些其他的媒體, 在不會去聚焦, 或者會忽略, 或者去避免的一些暴徒上面, 我們願意去做, 即這個是我們的特色, 即是來講講, 善樂堂的事件, 甚至最近的突破那件事件, 也看到我們媒體在這方面, 是真的不怕得罪人去做這件事, 即是在教內的雙屬, 這方面都照近每人去否認, 只要看行動, 其實在2019年裡面, 我們有一個目標, 我們2019年的目標, 希望在這個新聞方面, 我們的影響力, 可以再進一步, 追近這個時代論壇, 這樣, 我不敢說追平, 我也不敢說我可以越過, 我只能夠說我希望可以, 慢慢拉近跟他的距離, 這方面, 不是因為出於競爭那件事, 而我覺得在這個教來講, 我們需要將一些很重要的真相, 能夠告訴信徒, 甚至可以告訴市民, 這件事很重要, 尤其是現在你看到, 尤其是時代論壇, 在剛才我提到的事件上, 他們未必能夠呈現了那個真相, 他們不單止不呈現, 還冷處理, 冷處理, 你知不知道, 上一集, 教會講, 十六, 即是齋sir, 陳士勢, 又開咪大鬧這個時代論壇, 然後還點名, 叫我們門徒媒體, 報導這件事出來, 他已經很小火了, 謝謝他, 打我們同事, 沒錯, 我也很少接這種開咪委託, 要在這裏講一講, 話說什麼事呢, 當時代論壇, 2018年年代, 任何媒體都有一些大事回顧, 時代論壇都有做這件事, 其中一部分, 就是講這個善樂事件, 他又是很片面, 講一些事情, 沒有將所有的事實呈現出來, 被齋sir在節目裏面開大鬧, 處片蝙蝠有限, 接著還說, 門徒媒體一定要將這件事說出來, 是齋sir說的, 其實我兩點回應, 第一, 我覺得這件事, 我三年前才知道, 我三年前已經知道, 要不然三年前我們會創辦門徒媒體, 就是知道這件事, 齋sir最近才發覺, 這件事, 第二,認真的, 所以我們要計算更加努力, 因為對方會存在, 可能對方會去做這件事, 我們改變不了, 唯有就是我們盡量做好我們自己, 什麼叫做盡量做好我們自己呢? 意思就是說, 現在其實今時今日, 在香港還有不少信徒, 當想起, 我想知道教會發生什麼事, 或者想看教會心的時候, 他們會想起時代論壇, 其實不會想起, 不知道, 是真的不知道, 有門徒媒體這件事, 我只希望一件事, 將來, 如果任何人想要留意, 香港經過教會的新聞, 他除了想起時代論壇之外, 至少還知道, 有門徒媒體的存在, 我覺得這一方面, 就已經是, 最接近了我們和時代論壇的距離, 我希望在這方面, 能夠提供另一樣的真相, 或者透過我們的報道, 讓其他讀者知道, 原來在這件事上, 還有另一個版本, 一個更加真實的版本, 能夠讓讀者去看自己選擇和評價, 我覺得, 這件事已經做了我們能夠做到的事, 在一個僅有的資源上, 剛剛Ernest 提過, 五月就會去加拿大, 我覺得, 其實這不單止是對節目做了很大的挑戰, 對於整個門和時工來說, 也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那個意思就是說, 能不能夠在我不在這兩個星期裏面, 所有東西, 無論在量或者質上, 都能夠不便地繼續去運作,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大的挑戰, 但是我都希望在這裏的在座, 都可以去幫助我們, 因為可能在這兩個星期裏面, 都難免有脫漏的, 我總覺得, 當然我會希望大家會盡量有脫漏, 這幾個月, 我會盡量做一些事情出來, 去跟大家做一些教導, 或者一些訓練, 我都希望有各界的, 能夠給我們同工, 一個的支持, 以及一個的鼓勵, 最後, 我用一個整體事工的角度, 去說回我們2019年, 希望做到什麼, 其實剛才Ernest 也提過的, 就是所謂的事工化, 雖然我們好像弄得很大, 但其實第一, 我們沒有人, 第二,我們沒有錢, 第三,我們沒有地方, 這個地方都是我們借回來的, 我們說到我們的探訪好像很大, 但是那些食物, 那些水在哪裡呢? 這個保鮮餐廳, 捐出來的, 又不是我們買的, 其實我們什麼都沒有的, 什麼都沒有的, 其實能夠走到三年, 都是一個成績來的, 真的不是開玩笑, 我覺得, 但是我覺得, 既然門徒市工, 我越來越看到它的價值, 以及需要繼續的理由在這裡, 我希望將它成為一個市工, 這個意思就是我們能夠, 好像其他機構那樣, 能夠去所謂常規化, 正式化那樣, 這方面的, 所以未來今年開始, 我們都會用, 而再時興, 眾籌這件事, 所謂課金這件事, 我們會開台一些新的項目, 扣一些新的項目, 希望能夠得到外界, 信徒, 甚至一些非信徒的支持, 去能夠成就這個眾籌的計劃, 以至我們能夠去推動這個市工化, 我自己都有一個心願, 希望能夠成為叛徒, 一個受身的同工, 可能是半職, 希望如果有機會的, 甚至是全職, 由我開始, 然後可能其他的同工, 有機會的時候, 都能夠成為叛徒, 一個全職, 或者半職的, 一個受身的同工, 繼而講之那些什麼, 八十八牌,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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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回顧現一八年, 到現在的發展, 以及我對於現一九年, 希望我們的市工, 怎樣能夠走下去, 不過, 當然我們所謂在機構上面, 在組織上面, 或者甚至我們在機構教的發展上面, 我們的資歷還很淺, 而且我們很多東西是不懂的, 所以今天都很開心, 能夠請到張大維牧師, 請到袁師母, 以及請到林那張牧師, 以下的時間呢, 為我們有些勉禮, 那所以呢, 我們首先就給阿俊, 和我們打一首歌, 然後呢, 請三位呢, 為我們有些勉禮的時間, 好, 多謝Hary和Ernest的分享, 那三周年, 剛才Hary說過了, 是充滿困難, 充滿困難, 但有充滿恩典的三年, 承托著我們, 令到我們可以堅持下去的, 是我們的信仰, 是我們的信仰, 以及我們對香港的愛, 在這裏, 天天響繁榮, 市民從善, 誰會預測? 正超超三兩棵魚船, 勤勞造工, 不計與或情, 經過夏秋冬, 風貴中無情, 轉眼重臨, 猶豫冒生, 在這裏, 感嘆天錯愛, 原來更以終直討慮, 憤信與愛, 寫幾位人群, 能戰勝, 懼怕困惑, 齊獻尚信心, 終身熱誠, 明日燦爛共同窗, 讓這裏, 開拓新面貌, 不怕彷徨如龍日沉, 盡你愛, 憂國愛, 民情, 尋求豎喜, 香港, 新你情, 努力共抵擋, 風雨再來臨, 不怕雷鳴搖陷四方, 原道處, 湧大真與美, 祈求天國, 遍直心裡, 憤信與愛, 寫幾位人群, 能戰勝, 懼怕困惑, 齊獻尚信心, 終身熱誠, 明日燦爛共同窗, 好, 我說少少東西, 一首很舊的詩歌, 但詩歌反映出, 每個年代都有他的爭戰, 但反映出每個年代, 都有基督徒願意走出來, 堅守他們的崗位, 不向強權力屈服, 我邀請大家, 我們一起同唱第三節, 用我們很堅定的決心, 來唱這首詩歌, 好, 願這女千八信徒沒, 抵抗紅樓勤讀聖經, 如是探黑聖刀黎明, 祈求上主看故似太平, 協力造見證, 此知不離群, 手送虔誠, 行到熱心, 願世界起見光照片, 齊來宣港盼望安慰, 願世界起見光照片, 齊來宣港盼望安慰, 好, 謝謝大家, 那首先, 我們先交咪咪給張大衛牧師, 好新的, 一年開始, 19年, 有些研究歷史的人已經在說, 九至尾的年份, 都是大鑊的年份, 就是大時代, 所以今年很多周年, 五世有一百周年, 中共赤化有70年, 八九六四又是30周年, 今年如何呢? 今年是19年, 今年有什麼挑戰呢? 我看到門徒媒體也有標語說, 如何不如咒坐黑暗, 黑, 今年是黑, 在黑的裡面, 人們看不到東西, 耶穌說福音就是叫, 秘魯的得釋放, 核眼的得漢見, 門徒媒體在做的就是, 就像光一樣, 耶穌說我們要做光, 是光, 光就照亮黑暗, 在黑的裡面, 讓人看到, 起碼看到先, 但是耶穌說, 除了光之外, 還要什麼呢? 鹽嘛, 鹽和光是很不一樣的, 鹽是怎樣的呢? 鹽是要靠身的, 要混在一起的, 光呢, 光和黑暗是對立的, 光可以離遠, 射在黑暗裡面, 就是怎樣把教會裡面, 社會裡面的黑暗面, 沒有人敢去碰那些題材, 讓人看到, 起碼透過看到, 我們可以去督摘, 可以去反省, 可以重新去起步, 但是鹽就不同了, 聽來講的, 鹽就可以防腐, 鹽就可以把對方的尾帶出來, 還有一件事, 鹽是要混在一起的, 要混在一起的, 要黏在一起的, 要黏在一起, 才能發揮作用的, 那是怎樣呢? 這個經驗就好像是, 解放囚囊的經驗來的, 解放囚囊, 就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 在拉丁美洲, 一些天主教育的神父, 他們面對著當年, 很黑暗的社會處境, 究竟作為教會, 面對著一群, 牧養著一群信徒, 怎樣面對這個環境, 他們是落場的, 就是落場去面對的, 在建立他們的神學, 解放神學有兩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 他們在做什麼呢? 跟門徒媒體, 或者我們在做很相似的, 就是批判當時的一些, 專制政權的黑暗面, 批判當時的教會, 教會都是一樣的, 很多是親政權, 或者很多是歪理, 順服掌權者的歪理, 所以解放神學第一個階段, 他們很著重批判這些意思形態, 提出他們的督責, 那到第二個階段是怎樣呢? 第二個階段的時候, 他們是這樣做的, 不行啊, 要進入人群裡面, 跟群眾, 跟人民, 跟會友, 走在一起, 去實踐, 去把信仰, 追求公義去抹出來, 你會問, 這樣第一個階段都可以做到, 是不是啊? 第一個階段都可以跟人民, 就是Being with the poor, 拍著走, 第一個階段, 你為什麼不可以跟人走在一起呢? 為什麼要在第二個階段才能做到呢? 知道為什麼嗎? 那些群眾會彈開你的, 因為當你去批判的時候, 同一時間的群眾的人民, 也同時是你批判的對象來的, 所以, 所以, 覺得, 在第一個階段, 我們實踐信仰的時候, 不行啊, 跟那個, 因為當時, 解放實樂的很多都是中產的知識分子, 對於一些基層的群眾, 變了有一個距離, 所以, 第二個階段, 就著重, 好像造鹽一樣, 剛才我說的, 埋伸的, 是混在一起的, 不是說不去批判他們, 就是那些東西, 那個重點是跟他們一起去實踐, 趴著走, 究竟怎樣去將那個信仰去實踐出來呢? 做到出來呢? 在這麽黑暗的處境裏面, 所以這個, 也都是我們今天給我們一個經驗, 就是說, 除了是做光之外呢, 同樣呢, 都是要做鹽的, 還有, 解放實樂, 還可以提一提, 他們做一個經驗呢, 我們借鏡呢, 他們是落場, 有行動, 有實踐的, 那在行動裏面, 我們同時, 會做三樣東西的, 前前後會做三樣東西的, 是什麼呢? 一樣, 好像我們剛才那樣, 我們有靈修的時間, 有讀經, 祈禱的時間, 另外一樣呢, 就是神學的反省, 即是, 究竟我們在做的事情, 在我們信仰上, 我們怎麼去理解呢, 怎麼去擴闊我們的視野呢? 那樣東西, 不陌生的, 一個靈修, 一個神學反省, 第三樣東西, 比較少人說的, 他們四樣東西, 好像一個, 不是鐵衫, 好像一個四方形, 循環這樣做的, 第四樣東西, 就是對社會處境的那個認識, 以及對他們行動的那個檢討, 因為你知道, 逢親落場做的事情都是, 但是呢, 有些事情, 很多事情可以檢討的, 即是怎樣, 講就, 講, 可能出錯的機會比較少, 行動的時候呢, 多多少少少有些事情, 做得不足, 或者可以做得好些, 所以當你有勇氣去行動的時候呢, 也有勇氣去修正, 怎樣可以做得好些, 所以呢, 他們就不斷循環了, 即是說, 行動之後, 他們會去檢討, 去認識那個, 社會處境, 也都會做神流反省, 也有靈修, 有行動, 又受流反省, 又對社會處境的形式, 就是這樣循環, 這個也是給我們, 即是, 如果我們今天, 從新人開始呢, 給我們一些新的方向, 這是一個新的挑戰, 那最後呢, 我想說的呢, 就是想, 用回, 潘霍華一句話呢, 做結束的, 但剛才我們講過, 如果我們今天要分享一個訊息, 是做什麼呢, 作江, 作鹽, 作鹽, 不是盡做的嘛, 不是想一下, 做不做的嘛, 你們就是, 這就是我今天, 對門徒回體的分享, 你們就是光, 你們也是, 鹽, 好, 謝謝張霍牧師, 和你分享, 我們下一個環節請到 拒絕麻木跟叢, 堅持聖經公義, 這個是激進改革派基督徒節目, 門徒公義